农历年节前夕光复乡公所27号上午举办了地方建设座谈会 慰绕以其感谢地方各界对乡镇业务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另外也进行了岁末联欢的活动 乡公所各科室是舞力全开 轮番的上台表演 展现了乡公所年轻创意和活力 也让大家是广目相看 在开放式空间登场的光复乡地方建设座谈会 继续岁末联欢活动 举办单位向公所防疫优先 做足了量测体温及消毒工作 大家一起做好防疫的工作之外 公所各科室也轮番上台表演炒热现场气氛 不仅是歌唱跳舞样样来 服装道具更是一应俱全 展现了公所员工活泼创意不同的面貌 地方各界也刮目相看 而为民喉舌的香带会也不遑多让 尤其在主席忠玉庆的带领下 相代表于主员们 扯开喉咙高歌一曲 获得满堂彩 农历年节前夕光复乡公所特别锡开30桌 借此慰绕并感谢地方各界对乡镇业务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光复乡在各界的帮忙之下 代表会村长也好 我们一起努力 光复乡我们感情也有在进步 然后光复乡公所这边本身的大楼 也是兴建的蛮顺利的 其他的一些建设方面也正在做 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事 做到我们的乡民可以有感的一个服务 除了公所员工 地方机关单位首长 社团协会 各部落头目 村长等也都出席同乐 彼此祝福新的一年大家团结合作 建设光复乡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